所以殘養佛法大幅意思 印竹說你要弘揚 把佛陀的 我們講說佛陀的本懷 如乃所以心出世 為縮彌陀本厭海 你必須把佛陀的本懷 慘揚出來這個不容易 大會議事 為談理性 走中下不能受益 你講太深的道理 你講心性講得太深 中下根基完全聽不懂 就像佛陀在講華元經 他完全是 諸我所證的理性的境界 二聖人以下如龍如雅 就像中下根基人不能受益一樣 那專屬因果 走上士美艷文勳 如果一直講士 你一直講因果報應 可是你不講一點心性的理 那上根立志的人 上士就是上根立志了 他覺得你這個太粗淺了 他不想聽 美艷文勳 所以講經說法也好 或是殘養佛法也好 要怎麼樣 要士理言榮 就你這裡講的 我們剛剛講說要真屬言榮 所以真屬言榮可能很難體會 但是真就是講理 屬就是講士 你必須要言榮無愛 那三根普輩就能夠多受用 因為三根普輩 上根的人是真 氣理沒問題 中下根的人 要應激就是屬 所以講經說法要氣理氣激 所以不管是你我 我們如果要來弘揚佛法 我們都要寫佛陀的智慧 你看佛陀他在講三藏 索洛布經典 五時說法 他還要分次第 所以佛陀在講法法經的時候 從第二品荒辯品開始 佛陀就用各種脾翼的方法 來開啟眾生本有的智慧 我們知道法法裡面有七種比喻 叫做法法七藝 第一 火宅山抽藝 出自匹藝品 二 窮子藝出自性潔品 三 藥巢藝出自藥巢藝品 四 化成藝出自化成藝品 五 依珠藝 又做細諸藝出自五百弟子受祭品 六 集諸藝 又做頂諸藝出自安樂行品 七 依子藝 又做依師藝 這個華華經是原教的境界 諸佛一大事一年開示誤入眾生佛之佛見 佛陀就是要我們轉眾生之見為佛之佛見 但是你要棄入佛之佛見也不容易 所以佛陀在法法經裡面用這七種比喻 用前腳後面讓大家能夠棄入心性 那我就擠裡面三種比喻了 第一個火宅三車浴 這火宅什麼意思 就是我們三界六道輪迴 這叫火宅 就房子快燒起來了 這個身體也可以講說是否宅 什麼叫火 環牢 所以火宅就是 講大的話是三界六道輪迴 我們這個四道五音也是一個火宅 那三車意思是什麼 是陽車、路車、牛車 陽車就是生文聖的 路車就是元吉聖的 牛車就是菩薩聖的 那這三車就表示三聖法 這三聖法就是佛陀的方便 我有一聖法 無二一無三 除我方便說 這是在法法經裡面佛講的很清楚 所以佛陀開設這個 生文聖、元吉聖、菩薩聖 都是前腳方便 最後就是讓你入一聖法就是一佛聖 他需要佛陀這些眾生離開火宅 所以才會出現陽車、路車、牛車 這三車的比喻 這個是火宅三車異 再來藥草比喻 藥草是什麼 這個草裡面有大草、中草、小草 就表示什麼 小草比喻人天聖 中草比喻神文元吉聖 大草比喻菩薩聖 那麼藥草雖然不同 但是如果能夠蒙受佛陀的甘露法語 都可以滋潤增長 佛陀他是平等師法語 來論責眾生 眾生各得起受用 精能成長 依人之草藥、志義群生 所以這個藥草比喻三聖跟仁天聖 再來化成比喻 在法伐經化成玉皮裡面有記載 一群人要去尋寶 經過五百遊行那個男行惡道 中間很多人退轉了 非常疲勵 而且對尋寶產生後悔之心 想要退轉了 返回了 那麼眾生的導師為了振奮人心 在半途變成一個城市出來 讓眾生進入城裡面稍微休息一下 入城舒適 在眾人休息精神振奮之後 在鼓舞大眾到那個寶處 繼續向前進 這個尋寶什麼意思呢 就是開悟啊 那化成呢 化成就是佛陀方便師受三聖 身文元節菩薩聖 也就是阿羅漢 彼之佛跟菩薩 所以 以上這個是 我擠法華經的例子 告訴各位就是說 印竹共鳴開示的 我們在接引眾生 講世間法跟出世間法之理 要明白 不出信心兩個字 那世事世間之事 不出因果兩個字 但是呢 談佛法 要教化眾生 要怎麼樣 要這裡講的 真實圓融 好